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英勇散哉 作战威猛 之前曾带领部队剿灭多条火龙 事情经过几天 就是才在这里暂时安顿一下 杰克不太相信他能斩杀火龙 但看到他兵强马装 装备取权 最终收留了下来 超野知道杰克他们有所顾虑和怀疑 于是带着大部队修了一下硬实力 成功打下了一条暴躁的大火龙 在之前斩杀了两百多条火龙当中 超野发现他们都是母龙 于是推散尤其可能只有一条功龙 只要找到这条功龙并且消灭他 那么母龙就无法继续繁衍后代 龙主就会彻底灭绝 消失在地球上 基地的人得知之后士气大增 纷纷加入超野的屠杀功龙行动 刚来到目的地没多久 众人就找到功龙的内傻 这位大家伙果然是雄性动物 身形比其他火龙大了好几倍 随便一个大哥 就团灭了整个部队的人 只剩下超野一个人 在火队里怀疑人生 功龙可能是修到了附近母龙的味道 直接杀到杰克他们的基地城堡 连续几个大哥 烧到里面的人就快成了烤肉 杰克安抚好活下流的幸存者之后 跟着超野他们杀到火龙的脑巢 由于食物短缺 人类也没剩下多少 这些家伙饿起来 连同类都不放过 吃了同类的 同样又会被同类吃掉 杰克带着超野他们 留到小时候的那个水道 见到了那条曾经杀死自己老妈的功龙 三人计划引诸这的大家伙 来个烤龙肉大财 杰克另外一个妹子负责引诱功龙 超野着超张火箭弹 流到高处 果断来了一发 只是发射的时候 稍微手抖了一下 没有完全射中 最后只好扛起斧头 腾空于悦 背口吃掉了 还没吃饱的功龙 又猎杀起了杰克两人 还没想他已经好长时间 没有吃饱过肉餐了 见到两人 就像见到一星对象一样 恨不得一把扑过去 按在地上摩擦 杰克正起搞到火箭弹 面对面硬杠对方 咻了一下 功龙就被炸成了 一堆烧焦的烤肉 唯一传宗接待的雄性火龙 就这样摆倒在杰克的大毛腿之下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引北3月2002年 是由贝尔麦卡纳 主演的一部怪树灾难片 故事剧群较为平淡 火龙脱销也算不上出色 真体水准 有点对不起这卡斯正种 很多人可能会认为 火龙喷出来的货也是脱销做的 其实是用真实的喷火器